阅兵一直是件庄严且展现国威的活动 但印度阅兵的话方却是这样的 你确定这是阅兵而不是杂技? 这其实是印度的传统艺能了 而且是英国军队传给他们的 一战后 英国组建了摩托车表演队 来加强摩托车通讯兵的基本功 而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 自然得到真传 也组建了摩托车表演队 取名为魔鬼突击队 并且1950年印度独立建国后 印度人民队摩托车也是情有独钟 因为他们经济比较落后 相对便宜的摩托车就成了乡婆婆 听说你永远不会堵车 所以印度每年都举行的共和国日阅兵 摩托车表演就成了其中的压轴大戏 士兵们在摩托车上摆各种姿势 和传统项目跌罗汉 还把跌罗汉玩成了世界纪录 2010年就创造了一辆车载40人的纪录 2017年更是刷新到了58人 报告 敌军来了一辆摩托车 忙什么 不就一辆摩托车 虽然这样的表演出现在阅兵上瑞显滑稽 但这也算印度的国家特色了 所以咱们还是不要轻易笑话 除非忍不住